各位同学好 这是我们4-3的最后一题 范例 那这一题范例其实也不难啦 只是有一些 重点概念稍微讲一下就很简单了 首先当然用到我们的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合力造成了加速度加速度就是用来 描述力量的可以用来描述力量的大小 好那今天的主角是这个人他是60公斤的 所以质量60公斤 乘上的加速度以后 可以获得可以算出我们所需要的合力 那我们怎么会需要合力呢 因为题目他要求适重 适重不是合力呀 什么叫适重呢 适重其实是 其实就是磅秤的读数 或者的 更 更 精准一点就是 人与 磅秤 间的 正向力 还记得正向力吗 就是互相挤压 互相挤压才有的力 为什么他会叫适重呢 因为其实 适重不一定就等于体重 像今天这个情况呢 人搭电梯然后往上升到 20楼 各位都有搭过电梯吧 在上升的时候啊 一开始你会先被往上一推 那往上一推的时候 其实那个推力应该会比你的体重还要重 推力啊 推力会比你的体重还要大 这样你才有办法被往上推呀 才有办法被往上加速 所以他其实就是 在那个当下 在你 刚要上升的那个当下呢 其实应该体重计和你之间的挤压 那个力量应该是大于体重的 那那个力量就叫做适重 那个时候的读数 就叫做适重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一个人 他其实有受到重力 地心引力 那同时呢 他有受到 正向力 就是我们的适重 这个正向力N 然后底下这个是W 平常如果人是等数运动 或是静止状态 那就是叫做合力为0 等数运动或静止状态合力为0 这时候N 正向力N和W 合力是0 这两个应该一样大 可是如果说人是往上加速 就比如说 电梯刚要上升的时候 必须要把人从静止 变成 有一个向上的速度 那这时候 应该有一个力会比较大 才会变成有加速度 合力不为0 就会是向上的N比较大 那向上的N比较大 代表的就是 磅秤和人之间的挤压 越来越大了 比原本的挤压还要重 还要大力 那这样的话 其实读数 就会变重 所以 试重就会改变 那今天就是分成三种情况 0到4秒 4到10秒 10到18秒 分别是对应到 刚上升 从速度为0 到 从静止 到 到上升 然后 然后第2个是 等速上升 第2小题其实对应到 等速上升 第3个是从上升状态呢 最后要停下来 总不会一直一直往上升吧 对不对 你最后要 停下来 所以它其实就分成这3个情况 那这3个情况呢 合力就会不一样 合力就会不一样 那 合力是多少呢 就会需要用到 我们的 第2定律 透过加速度 去乘上质量 去得到 合力 而加速度 可以从VT图求出来 这一体用到的 第2个概念是 始终 第3个概念是 VT图的 斜律 是加速度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0到4秒时候的斜律 VT图的斜律 就是 4 减0 除以4 结果是1 它单位的确是加速度 而且是正的1 正的1 代表它已经向上为正 那第2个情况呢 斜律是 0 对不对 第1个情况的斜律是1 第2个情况的斜律 是0 第2个情况的斜律是0 加速度也是0 加速度也是0 第3个情况呢 10到18秒 加 斜律是负的 0.5 对吧 因为它是 0减4 速度从4变成0 墨速减出速 那去除上时间 结果是-0.5 有了加速度以后去乘上我们的60公斤可以算得合力 那算得合力以后 算得合力以后我们去扣除 重力的影响 我们就会得到了4重了 这就是这体的思路 所以第1个情况 合力 造成了 加速度 60公斤乘以1 合力是60牛顿 但是这合力今天是由两个力所合成 是由向上的正向力 减掉 向下的重力 然后会等于60 重力又是多少 重力是mg 也就是 600牛顿 好所以 这里就是600 这么一来呢 n就会是660 左边的n是 正向力 的代号 右边的n是牛顿 再来第2小题 一样的做法 合力造成了 加速度 但是今天加速度是0 所以 合力是由 正向力 以及重力来合成 加速度是0 代表 合力 是0 正向力就等于重力 就等于600牛顿 再来第3小题 一样的做法 合力造成了加速度 那这时候是 加速度是-0.5 这个-0.5意思是向上为正 向上为正 所以我们这里的合力呢 也一样是 正的 n 然后 去加上 负的 w 然后最后 会是 负30 牛顿 所以 正的n 加上负的w 如果是负30 所以n就会等于 600 减30 等于570 好 另外一种写法 因为我们这里其实是 其实是 向上为正 的写法 然后向下 合力向下 就是 负30 负30就是合力向下30 可是在我们前面几题 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写 有些同学看到这里这样写 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前面不是这样子 我前面可能就会写说 他最后的合力是向下 然后我就直接以向下为正 这个合力是 向下为正 那哪一个比较大 是w比较大 所以我就会这样写 前面 类体 立体可能是这样子 可是其实这个跟下面这个是一样的意思 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差一个负号而已 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正的 w加 负的n 这时候是因为向下为正 所以是 正的 w加负的n n是向上 所以是负的 不管是 下面这个写法 还是上面这个写法 其实都 一样 他都是 把w和n 看成是 量值而已 这个w 都只是量值 符号中 只含量值 量值没有负的 那 量值没有负的 那我们是以 外面的这个 正啊 负啊 来代表 他的方向性 最后 只要你有注意到方向性 量值是 量值 今天的这个符号 只表示量值 这样子 所以最后你就算得出来 算出来 最后答案就是 500 7 这三个情况就是分别对应到 从静止往上升 向上 变快 然后第2个情况是 向上 但是等数 第3个情况是 向上 然后 渐慢 这对应到我们 一开始介绍加速度时候 我们说 其实 加速度 的方向 不一定就是速度的方向 你从加速度是看不出速度方向的 因为他有这三个情况 速度都是向上 速度都是向上 可是却是 加速度 却是有大于零 小于零 大于零等于零 和小于零的差异 所以其实 要对这种题目有点熟悉 因为这其实是蛮容易考的 每年的学测好像 都很喜欢考这种电梯的题目 那如果不太清楚 欢迎你在课堂上 架课 再另外问老师